我告诉你 我才是火火的女朋友 你别想勾引她 你谁女朋友 火火呀 你是火火的女朋友呀 你误会了 我是她姐 我知道 我骂的就是你 安妮女朋友有点分寸呢 大晚上让我男朋友 给你买卫生巾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呢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有别呀 你 你什么你 我警告你 离我男朋友远点 你 婆婆 现在就给我回家 立场马上 你是不是谈了个女朋友 是啊姐 我跟你说 她对我可好了 那七夕的时候 还亲自给我煮粥呢 你是什么品种的恋爱呢 一碗粥就把你打发了 不是姐 你单身你不懂 姐 你明天不是生日了吗 我把她给叫过来 到时候你就知道 她有多好了 我这弟弟 你就是丽夏姐吧 我叫姐 阿姨好 快进来吧 走 姐 这是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谢了 这个牌子的口红 得要三百多吧 呼呼 过来帮妈妈剥算 那我去了 喂 你要不还是把这个退了吧 真的很贵 没想到她背着我 给你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都没舍得找她要礼物呢 作为她的姐姐 你应该更理解 她赚钱的辛苦吧 要不 你折现了给我吧 她给我的礼物 我为什么要折现给你啊 而且这是她知道吗 说来说去 你就舍不得呗 辉煌我还经常在我的面前 说你的好话呢 结果现在连一只口红 都舍不得还给她 你是没见过 上百的口红吗 嗨你 来 吃饭了 这是我特地买的兔肉 你尝尝 啊 兔兔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呢 啊 活活 我不想吃兔肉 你帮我吃吗 好好好 帮你吃 你真乖 这才是我可爱的小狗狗 我们活活 大事小事 都依着我 都听我的 那个 陛下 你房子看好了没有 看好了 妈买给你啊 不用 我有钱 什么 你们竟然给女儿买房 她以后可是要嫁出去的 你们这样不是便宜了别人吗 再说了 你们有那个钱 怎么不留给我们活活呀 安安小姐 我们另家有个规定 穷养儿子 富养女儿 所以 我们家的财产 都会留给我女儿 正好 活活也成家了 所以我准备 今天收了她的附属卡 我相信 安安小姐 一定可以陪她走过这段 吃苦的日子 对吧 不是吗 这什么时候定的规矩啊 我咋不知道呀 现在 阿姨 我知道您刚刚是在考验我 您放心 我爱的是活活这个人 又不是她的房 不管她有房没房 我都爱她 既然这样 陛下 你去把房产证拿出来 嗯 你们居然给她买了三套吗 反正你爱的是活活这个人嘛 妈 我们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 哎呦白痴 谁会跟你一起证明啊 一家人都有病 妈 姐 我被甩了 不过妈 你把房子都给解了 那我以后咋办呀 谁告诉你们 妈妈只有三套房产的